印度現在那個變種變得多恐怖啊 然後中國在這個時候 還有時間去做梗圖去消費印度 不過從講到印度疫情這麼嚴重 還真的可以看到中國醜陋的嘴臉 是啊 主持人講的大概就是 類似像這樣子 你看在中國的這個網站 那寫的就是 中國點火 跟印度點火 意思就是說 中國點火的是它的長征火箭 印度點火是在燒屍體 然後中國的火神山 就是它那個防疫的醫院嘛 印度的火神山就是一點一點的火 大家知道每一個火代表一具屍體 可能就是一個悲傷的故事 可能就是一個家庭的破碎 那我們大家來做一個對比 那這個是台灣 台灣在這個時候第一時間 我們就大概送去了150架的氧氣製造機 還有500個氧氣鋼瓶 那真的印度的救命鋼瓶 這個是在我們外交部的網站上 而且我們也留下一些文字 我們說這是來自台灣的愛 然後已經送達印度了 我們會努力送來更多的東西 那請你堅強印度 那中國大家知道它是沒有網路自由的 這個圖片是不能亂登的 一定是要中國官方允許 那這個此效印度的圖片影片更不一樣 它是直接刊登在中國官方控制的網站上面 修不修啊 所以大家要很清楚啦 就最近印度的疫情確實嚴重的惡化 對 但是有5萬肺炎這次全球性的災難 大家有一個觀念 就是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台灣的防疫做得很好 國內啊 但是我們最近有一個破口了 那華航的事件已經20幾個人確診 那這個就是從境外引進來 對 你跟世界交往就會有風險 你要臨風險就是不跟世界往來 那不可能 對 所以只要有一個地方不安全 那全世界就可能永遠都不安全 我記得海明威有一本書叫做《戰地終生》 那這個書名就是來自17世紀一個英國詩人 那當年17世紀的時候黑石變臨 籠罩英國大地 所以只要有人死亡 教堂就會響起鐘聲 那鐘聲幾乎沒有停過 從白天到晚上 當鐘聲響起的時候 你不要問他為誰而民 他為你而民 因為這個時候是沒有人是個人 每個人都社會的一部分 只要你聽得到鐘聲 你就是在危險之中 那詩人大概意思是這麼寫 非常符合現在的狀態 所以中國在這個時候 還在持效印度 那大家要了解 沒有錯啦 中國和印度有很長的歷史恩怨 但現在是在算帳的時候嗎 荒謬 光那個點火照你看多荒謬 對 也就是說萬一有一天中國有發生災難 那大家也會去幫你忙啊 是啊 全世界就是這樣子嘛 對 應該你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國際一份子 尤其是你是個大國 你要負起你的責任 但是呢 中國現在居然站在官方網站 是這樣的在在持效印度 那我們知道吼 無患肺炎大概可以確定 他是來自中國 只是他是不是從實驗室人造的 這個大概還有爭論 對 那你一個疾病來自中國 也許大家還可以 還可以體諒啦 因為全世界每年都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病嘛 產生嘛 但中國大家不肯原諒的就是說 當無患肺炎的病情發作 你掩蓋事實 隱瞞真相 使作勇者是你還好意思 還拒絕讓國外的援助 或者是去做調查 對 所以現在呢 中國在持效印度 可能是中國怕怕他自己沒到孤狼圓 你看全世界已經那麼討厭你了 印度不被他害的嘛 所以 但是從中國的角度來看 他做法其實 從以前到現在都是如此 他就是要煽動他的民族主義 你不要看這個喔 因為中國人討厭印度 所以他用這樣在持效印度 很多一部分的中國人看起來是很爽 所以中國的做法他其實沒有變 是世界變的 中國以前就是這種流氓行為啊 他過去恐嚇全世界 尤其是跟台灣有關係的 你要付資產這種代價 我中國要報復你 他其實以前到現在都如此 只不過過去大家會容忍他 所以中國一定會嚇一跳 我從以前到現在一直都是個無賴啊 為什麼你們現在大家 我現在大家這麼討厭我 中國的做法其實沒有變 是世界變的 但習近平還不了解說 現在的局勢跟以前已經完全大大不同 其中五萬肺炎也是一個非常重要 轉變的一個事件 那就可以了解到 中國目前的國際地位 是如何的一個孤立狀態 那郭文貴講的齁 就是說 是沒有辦法證實啦 但是有一點是很有趣的 中國聽說最近要 要他的命啊 要他的命啊 要去抓郭文貴 那就證明他講都真的啦 可能他講了 不然習大大怎麼會想到他的命啊 也許有講到幾分的重點 這 這 這 話說回來 倒是你剛提到那位英國的外交官 他提到那一點 他說最近 中國內部恐怕不穩定 有人啊 那所謂的有人 當然也不是一般老百姓 就是共產黨內啊 會有想推翻習近平的一股力量 但大家知道 習近平進入他 關鍵的時刻 因為明年2022年 是共產黨的權力改組 對 那 權力改組很清楚 習近平是要繼續幹下去 過去呢鄧小平定下來的規矩啊 就是就是五加五年嘛 一個領導做十年 然後隔代接班 那習近平要打破鄧小平定的 規定 定的這個規矩了 通常如果你要交班的話 在交班的前一年就會出現 就這個時候就是大概就是 對啊 大家都知道誰要接班 嗯嗯 但到目前為止 請問誰可以接習近平 沒有這個人 對 所以很自然 就習近平要繼續幹 嗯 他當皇帝嘛 對 那 他他要當 繼續執政 嗯 他的對手在哪裡 就黨內 嗯 那他黨 黨內他有沒有辦法控制 對 原本看起來習近平要繼續幹下去 是沒有問題 嗯 他掌握了三大勢力 共產黨要掌權 一定要槍桿子 對 筆桿子 還有刀把子 嗯 就是軍隊 武警 對 還有媒體 都控制在習近平手裡啊 嗯 那為什麼 還會有人質疑習近平坐不安穩呢 對 主要是看到最近的一些做法 嗯 尤其來自美國 現在華爾街的一個熱門的話題 嗯 大家在觀察 中國最近啊 他的整頓 嗯 包括啊 騰訊 還有螞蟻 兩大巨頭 嗯 他中國政府要求要切割啊 行動支付跟金融不能掛鉤 嗯 那再加上過去啊 從共產黨那整 在 在修理啊 馬雲阿里巴巴 這很明顯的喔 嗯 共產黨要消滅 金融的私有 私有服務 嗯 全部都要歸黨 嗯 那歸共產黨歸誰 就歸習近平 習近平要把這些全部拿去 對 為什麼呢 因為共產黨現在要左手要做的 嗯 就是數位人民幣 保足現金啊 現鈔啦 是最落後 但是也是貪官最安全的方法 嗯 可是如果你全部錢都用數位化 就不准你用紙鈔了 欸 那你怎麼辦 嗯 你的紙鈔 可能就變為廢紙 對 我舉個例子 印度 印度前一陣子不是發行新鈔嗎 嗯 他就定一個期限 舊鈔票 是幾月幾號開始不能用 嗯 那如果你家裡常有舊鈔票 你要怎麼辦 趕快拿去銀檔換新鈔 對 所以就把你們逼出來 哦 躲在床底下的 躲在桌桌 檯面下的黑錢都能夠爬出來 原來是這樣啊 中國如果一下令 嗯 人民幣紙鈔從哪一天開始不能用 你要全部 你要現鈔你有多少財富 你要去登錄 政府再從 網路上 就是數位錢給你 嗯 你用你透過手機或信用卡 才能去花 就把它換成點書就對了 哦 哦 無所遁形了 那全部都在 共產黨的手裡 都在協定民的手裡 嗯 好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嗯 那會產生什麼狀況 第一個 黨內的人會不會反撲 嗯 協定民要逼誰的錢出來 大家都知道齁 中國最有錢的派系是什麼 江派 就江澤民這一派 江澤民那個時代啊 剛好是中國的所謂經濟開始開放 嗯 國營事業啊 開始拆解啦 對 合併啦 整理啦 然後就 所謂結合私有化啦 然後股票上市啦 引進西方的金融制度 通通在江澤民時代 嗯 所以中國當時拆解一些國營企業啊 雖然沒有蘇聯俄羅斯那麼離譜啦 但是很多的江派高官都用很低的代價 掌控了這些國營事業 嗯 但是表面上雖然也是用私人公司 或者是 嗯 啊 用什麼樣的企業形式去包裝 基本上啊都在這些人手裡面 嗯 習近平會不會把這些人給逼出來 對 他勢必要 嗯 他現在要他們的錢 要錢要命 所以我覺得 這個也是一點可以來觀察 嗯